普通人又能为菜农果农呢 做些什么呢 为此 我们在武汉市的这家茶水铺 布置了隐藏摄像机 两位野员将帮助我们 模拟菜农的困境 奶奶 我饿了 我想吃那个 22块钱啊 奶奶的钱不够 奶奶今天的菜 别卖出去 只有这10块钱 不够给朵朵买那个鸡排 可是奶奶 我好饿 我想吃那个鸡排 当目睹菜农遭遇困境 武汉的人们会怎么做呢 观察开始 朵朵 要不我们换一下 可是我想吃鸡排 想吃鸡排 是的 小朋友都挺喜欢吃炸鸡 菜农奶奶虽然有些拮据 却尽量满足想吃鸡排的孙女 不好意思啊 有点担忻 奶奶的局促 女士已经有所察觉 这边鸡排是不是很贵啊 这个鸡排是什么呢 鸡排16块 16块 好贵啊 这么贵啊 而随着两位演员坐下 一份关心就立刻传递 是不是要吃一个鸡排 是不是要吃一个鸡排 太客气了 要不要帮你拿根签 热 拿个啥子吃 谢谢鸡排 吃一个尝一下 好吃 再给你买一张 好吃 好吃吗 谢谢啊 敏感的他们 似乎已经明白了一切 而且这份关心还在继续 你让我到空中点一份鸡排 然后我们到手机 我就不用太客气了 这次好了 没错 朵朵 你跟这奶奶奶太累不累啊 不累 不累啊 好乖啊 还有多大了 几岁啊 七岁 好可爱啊 那小孩子都喜欢吃这个炸的东西 他一直看着就不想走 前面尝一下这个 红薯 不要 或许是担心小女孩等待太久 男士又递上了一份食物 而此时 之前点的鸡排也正好送上 给他 给他 帮我们给他们吧 好 我们大夫去前面买的好了吗 乖 谢谢哥哥姐 乖乖的听奶奶的话 对 好 妈 你也吃 我不是 嗯 好 那不是下雨啊 这一套保险 今天是下雨啊 今天是下雨啊 今天是下雨 今天是下雨 倒出了水 可能 今年不容易 但是以后会好的 陌生人 带来了安慰和食物 演员也打算送上感谢 来收下吧 收下吧 不用不用 跟奶奶都出去 所以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谢谢 还是热的啊 很香 好好学习 一对情侣 一对祖孙 他们原本素不相识 今天 却分享着相同的食物 你好 想跟两位解释一下 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节目组的 然后其实这两位 都是我们的演员 好烦啊 哇 妹子脸红的 我们觉得有好东西 就一起分享 就是对我们来说 可能觉得16块钱 买一身鸡牌 就很普通 但是又觉得 对于她来说 会不会稍微贵了一点点 所以就给她一个眼神 那又不买吧 因为你也有困难的说 能够做就伸一把手 这个其实你说 医护我们也是很感动的 过年期间看到那么多人 过来帮我们的话 我们也是非常感动 确实很感动 很感谢他们吧 然后如果大家有需要她 我们也可以一起帮助他们 要不我们换一家吧 你看这里多好的条件 多贵呀 可是奶奶我想吃鸡排 对于小孙女的愿望 菜农奶奶有些力不从心 就记得鸡排呀 哎呀 奶奶今天的菜也没卖多少 奶奶身上就这么一点钱 我看看有多少啊 六五块 七块 八块 可能只有十块钱 不够耶 你一天都没吃饭呢 你饿吗 我想吃鸡排 男士敏感 男士敏感察觉 他会怎么做呢 小朋友没吃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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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这样 我跟他买的米饭呢 吃的饭不要 他们家鸡排饭里面 还是有鸡排的 关心突如其来 还不忘小朋友的喜好 你要拿起来 我想吃鸡排 现在没做 我跟你说 哎呀 不麻烦呢 不麻烦呢 没关系 没做 演员连连推辞 但男士的善意 不容抗拒 他没有送过 哦哦 你在忙是吧 你的饭也没吃啊 我是过来有点事 哦哦哦 那谢谢你了小伙子 我这还有一点钱给你呢 哦不用 我就这么多给你 我也没用钱 我这有会员 这个刚好扣 哦哦是吧 我先葱 那葱还不是你的钱呢 不用 你也送你的钱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您再搞就不好了 没有你的意思 哦哦哦 看小朋友不爱啊 哦 每份关心都值得感谢 就让蔬菜代表心意吧 对 小伙子 你钱也不要 这菜你收下吧 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是我们自己种的 哦 这边 是吧 哎哟 感谢感谢 哎 哎 我关完了啊 这个菜也行 哎 哎 谢谢您的菜啊 哎哟 哎哟 那真是不好意思 我们该怎么谢您的 哦 一样的一样的 这个您的菜换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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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的食物应该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吧 比如说我买了一份饭对吧 然后他们如果给点东西 如果做一些交换的话 可能对小朋友或奶奶来研究 这个东西就不叫私舍了 它是一种交换 对方心里面可能也会过得去 大家都会舒服一点 挺好的 各有各的心意 就是你让对方接受你的心意 让对方给你心意之后 你也把它接受下来 这个材质图像最好的这种方式 给小朋友就是留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吧 好像平时过得比较艰辛一点 如果有这么个经历 他可能就是内心会轻松一点 或者快乐有希望一点 对 对那个菜您就拿回去 我也希望就是您可以 把这样一个特别的故事 分享给您的家人 会的会的 然后至于那个饭钱的话 节目组我们会来还给您 目睹菜农遭遇困境 越来越多的人们提供了帮助 这位男士 似乎对我们的蔬菜很感兴趣 老婆婆这个白色的这个是萝卜吗 茄子白的 白茄子吗 我觉得他是知道是茄子 我得找个搭讪的理由 我茄子多少钱一斤啊 帮我要两个好不好 要两个就可以了 我一个人吃的 真的只是买菜吗 然后可以手机付吗 我这现金没有手机 我让老爸 就是这样我请你喝 你刚才点的我帮你做吧 你给人家求这个 不用不用不用 他把这一切尽可能地做的 是一场公平交易的 似乎一切早有安排 难事巧妙地隐藏关心 谢谢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不爱吃茄子 因为我奶奶和差不多的 都是小情私出来的 但我觉得您的方式很巧妙 没有说我立马请你吃 会想什么 都有自尊心的嘛 果然 醉翁之意 本就不再久 而接下来的介入 来得格外直接 朵朵 要不我们今天别喝了 好吗 好贵啊 一堆奶茶 可以啊 十几块钱 不用不用 谢谢 谢谢 那这种好喝 小孩子一般都爱喝这种 你要喝哪个呢 因为我们家老大跟这个小孩差不多大 一看小孩脸上有点脏 瞬间就受不了 然后就想喝 可以啊 那就喝呗 他如果能够 吃好喝好后 有个玩具就会很开心 这么小小的幸福 能满足就满足一下 就是给他一个小小的 开心的瞬间吧 也希望说他长大了以后 碰到需要帮助的人也能伸出援手 之前的帮助或完准或直接 而接下来的这对母子 选择分享自己的食物 小朋友你建不建议我们给你分一半好不好 给你分一半啊 不用不用没关系的 你给他分吗 你给他分一半嘛 我们也吃不了这么多 小姐姐吃一点嘛好不好 小姐姐吃一点 好吧 分享 当我们吃完不够的话 我们再点一点好不好 好吧 是不是 小姐姐吃一点 他吃醉 我也不知道他吃醉 太麻烦了你们的 给你分一半 不要紧不要紧 奶奶赚钱很辛苦 女士言传身教 并清楚菜农的不义 可能奶奶很辛苦 卖菜的钱对我们来讲的话 可能也就是吃一顿下午茶的钱 就是举手之劳的一个事情而已 我觉得可能 就是大家会 因为疫情这个事情 虽然说疫情之间 大家都在家里见不了面 但是我觉得其实人跟人的关系 其实反而是更近了一点 因为大家可能 就是我们在 就想到疫情的期间 大家都在这家里不能出来 因为我们也在这边 被关了有两三个月吧 就是大家一直都不能出来 但是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外地的朋友会给我们寄东西 然后小区也有很多的志愿者 一直在帮大家 就其实人跟人的关系 可能会更好一点 就现在我们武汉 反而现在成了很安全的一个地方 所以觉得真的是 国家很了不起 反正大家都会更好了 鸡排都要16块钱 很贵的 奶奶没带这么多钱 你看 你看 我们这个钱都不多 今天就卖了这么一点菜 一位白衣女士 突然带着女儿走到演员身边 给 我们帮你点了一份 谢谢 没事 太客气了 你太客气了 宝贝 或许正是因为特殊的经历 女士选择送上关心 这很贵吧 没有很贵 谢谢你们 你看我们天还没亮 我就把它带出来卖菜 就想着早点出来 早点回去 现在好晚了 那你们这个卖不掉的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又挑回去 那你们等于那怎么回去了 我们坐公交车 坐公交车回去 女士陷入了沉默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我们可以买一点苦衣的吗 我说我们可以买一点 可以啊 可以 这有胡萝卜 谢谢你 是为了帮我们 买几根苦衣的 现在政策越来越好了 然后就是说 华力也更全面了 是吧 国家的政策出来 老百姓也是想的比较多 我觉得 整个武汉市的那个 那个菜市场都要升级 全市都要整改 还差不多有一个半月左右 我们要搬到里面 现在要搞装修室 里面要装空调 贴地板装 要搞得很好的 感觉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每人都挺开心的 希望武汉要 一天比一天好嘛 疫情和暴雨之后的人们 并没有因此放弃希望 而是带着微笑 继续生活 我们叫来的福波组 你叫做谢谢 也会福北 这座城市也恢复了昔日的繁花 我们下来的崩嶺 我们下来的崩嶺 我们下来的崩嶺